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月1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灵活就业 今天啊,凤凰网财经转发了一个叫晚点财经的一个报道 标题叫中国两亿多灵活就业分布在哪里 他这么说的啊,他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 全国有两亿人灵活就业 灵活就业主要包括兼职、外包、劳务合作、短期合同、自雇合同、 劳务派遣等方式 按发改委就业司的说法 灵活就业人员主要包括个体经营人员、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网络零售、移动出行、线上教育培训、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快递投送、晚约送餐等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 那我估计啊,我这个也算是灵活就业啊 到底出哪种呢?应该不算网络零售啊 网络零售应该叫直播,叫网络零售 移动出行,这个也不算啊 这个移动出行应该是晚约车、拼车什么的 线上教育培训,这个应该也不算 互联网医疗,这个不算 明面前讲啊,应该算在线娱乐 算是在线娱乐吧 快递投送,这肯定不是 晚约送餐,就是那个外卖小哥啊 这也不算 咱们这个所谓的自媒体 UP主大概起应该算在在线娱乐里面 按济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3年 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 最长提供的工资水平为101元到15000元 占比高达30.3% 提供相同工资水平的传统就业占比仅有20% 合着他的意思是 灵活就业 这个工资水平还要高啊 这个似乎是不科学啊 我记得前一阵子有人公布了这个什么平均工资啊 什么每月可支配收入啊 这数字虽然口径不一样啊 但是你参照对比你发现还是有问题啊 可支配收入2000块每个月的 好像是9亿人的 这合着灵活就业的2亿人 月输居然是一万到一万五 真是怪事年年有啊 我有今年多 正好啊 最近晚上啊 关于各种反常现象也比较多啊 比如说这个上海的一个外卖骑手啊 也叫陈思的 说他三年赚了102万 这个在晚上啊 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不相信 说他这肯定是假的 有人说他是给什么电动车代言 有人揭秘 说他是那个上海地区啊 美团 把他刻意打造出来 然后为了招募这些骑手 说他这个到了年底啊 骑手不够 还有的说这个骑手啊 叫陈思的 是为了高流量 为了带货 当然了 还有更多的说 这是政府行为 这是政府啊 为了包装一个什么 奶头落嘛 安慰剂 包装一个典型出来 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对吧 你看人家送快递 送外卖 三年能赚一百多万 为什么你就不行呢 你要努力去送外卖 等等啊 各种说法都有 大部分是不相信的 认为这是假的 一百零二万 收入啊 不可能 我也做了一期节目 我对他的收入也是质疑啊 但是结合到他说的三年 是正好上海封城 上海疫情期间 所以就有了可能性 道理很简单 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啊 咱们也一直在做节目 非常关注 我记得当时啊 结果很多媒体报道 有一些外卖小哥 在上海送快递 一年下来 就回老家买房了 很多这样的报道 疫情期间送快递 一天两千三千五千的都有 一天的收入 一个月收入十几万 哎 这样的报道 难道大家忘了吗 有很多人为了抢蔬菜 抢吃的 对吧 在各种平台上抢完之后 小哥把这菜给你送来 你要给他打赏两百块 三百块 还有打赏五百块的 比比皆是 所以说啊 你要放到那个大背景下 他说他赚一百二十万三年 这个就有了某种合理性 但是有不便如宣传 这个钱 有点类似是灰色收入 就是不好拿出来 说这个事情 这种给人感觉 有点像发国难财啊 怎么好意思说呢 但是这个小哥啊 最近自己站出来说了 是因为疫情期间 科单价高 大家好 我是那个上了很多 垃圾的外卖起手城市 送了三年的外卖 总共挣了一百零二万 让很多网友关注到我 我一并感谢大家 谢谢 因为我只有小学的毕业 靠我三年的努力无休 一个月能拿到三四万工资 但是我用了三年的时间 每天跑十八个小时 睡眠不足六个小时 每天早上五点 你们还在睡觉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起来 跑完卖了 三年的风作一打 狂风暴雪 还有疫情那两年 单价比较高的时候 我还在跑单 我一直没有停过 一直在努力 所以我们换种说法 就是他即便三年赚了一百二十万 这个叫不可复制 除非再次封城 另外啊 我说了一下 我说这个小哥啊 税没少交 就是说他三年拿一百零二万 那是个人所得税 是要交很多的 有很多人不相信 这个小哥自己也说了 他一百零二万是税后的 税平台替他扣了 我们平台帮我们交过了 扣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但是到到自己的身上 是有这些 因为这是每一个外卖员 都是都是这样的操作 发一次工资都是这样的 不是我单独我一个人 是吧 就是说很多人说 购物局哪怕查到我 我就是靠自己的功劳而劳的 也就是说就是 您这边所有的税款 是平台那边 就是给您交过了 然后您自己是不太知道 自己每个月会被扣掉 多少税了是吧 对 我不知道这个美团平台 怎么扣税 但是你要说平台扣税 我太有发言权了 大家可以看图片 两千块钱扣六百四十块钱税 我不知道这个外卖小哥 怎么扣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税不低 他平均每个月到手三万块 记住了发到手是三万块 小哥说了他是税后的 发到手三万 那你算了 他税钱是多少 他要扣多少税 他一年税自己卖交十万 个人所得税 当然了 后面说国家给他什么专项返还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么说的话 他到手一百零二万 那他实际的啊 在平台上的这个收入 三年恐怕是一百三十万 这就是大概的一个算 那这种成功啊 即便是真的 也没有办法复制啊 不具备代表性 当然了最近 网上也很多宣传 什么对吧 农民工 什么一家三口啊 搞这个贴瓷砖还是干啥的 一天是两千块 还有的是大学生回家受破烂 一年赚二十万等等吧 就这种宣传 说实话这些东西 你要说是假的 未必 就像这个外卖小哥 陈思一样 他们的共同特征什么呢 都是用部分事实 代替全部事实 他不交代清楚 他只是说我一天多少钱 他没有说这个前提条件 很多条件 他不说 让你觉得你一通过努力 也能挣这么多钱 对吧 反过来说你没有挣这么多钱 那是因为你没努力 就像李佳琪说的一样 你老嫌贵 你访问过自己吗 这么些年 你努力了吗 就这个意思啊 实际上他省略了很多 附加条件 前提条件 和当时的背景 就像这个上海外卖小哥 陈思一样 很多人忽略了上海的封城 那个时候外卖小哥 稍微有点头脑的 那赚钱都是哗哗的 这就是宣传中的啊 用部分事实 代替全部事实 所以说你说他是假的 那你就错了 他不是假的 但是你要去学习 那你又错了 你就掉坑里了 大学生回家收破烂 一年二十万 这根本就不叫事 有可能他叔叔 或者七大姑八大姨 有什么特殊资源 他那个收破烂 不是走街穿一下 去收 他直接去工地上 对吧 去企业餐库里面 拉出来就行了 还有啊 大学生回家种地的 包一百亩地 种地 一年转多少的 这种有可能他 七大姑八大姨 有人在哪个大单位 学校食堂 或者是大的 超市 商超啊 生鲜超市 或者是国企 央企 管采购 那他一年 挣起一百万 有什么难呢 你能说这是假的吗 这是真的 但是你如果看了这个报道 你也到你们家 包一百亩地 种地 对吧 那你就赔的裤子都没得穿 就这么简单 我们再看啊 还是晚点财经报道啊 他说就外卖骑手而言 以美团为例 2022年 共624万骑手 通过两平台获得收入 比上一年增加了18.4% 增长更为明显的是 闪送骑手 达达截止 2022年底 发牌 闪送员数量超过200万 同上一年 70万人相比 显著增加 另外 快递人员也可能 至少占了1000万人 就是像顺丰快递啊 京东快递啊 什么三通一达什么的 快递人员 这个就1000万 和骑手增长几乎同步的是 晚约车司机的数量 2020年10月 全国发出的晚约车驾驶员证 共255万本 车辆运输证106万本 到2023年11月 这两个数字已经分别是 643万本和275万本 都翻了一番 为什么都说到2022年底呢 是因为国家统计局 统计的灵活就业人员 他只统计到2021年年底 在那之后啊 权威部门没有再公布过 灵活就业人数的新数字 你不公布 那大家只能去找各个平台啊 查这些数据 这些都是可参考啊 因为口径都不一样 如果你失业了 你被裁了 成了灵活就业人员 迫如生计啊 迫如生活压力 要去送外卖 要开网约车 做好心理准备 这个不是什么高薪收入 不是什么高薪行业 它只是能解决你温饱 如果你够拼够努力 你恐怕收入啊 比别人略高一些 你不要想着通过送快递 送外卖 开网约车 发家致富 今天晚上啊 在流传一篇文章啊 叫 铁锤砸向铁放碗 他这文章这么说的啊 他说 最近一个月 中央连续批复同意 各省市机构改革方案 震惊了公务员群体 大多数省市都把精简人员编制 放在了核心位置 铁锤正在砸向铁放碗 未来公务员群体将变成 存量竞争市场 广东机构改革动员会议上 就强调 整合队伍减少存期 着力精简人员编制 规范领导直数 优化意识协调机构 其中整合队伍在全国各县 已提前普开 早在2020年4月 中央就在山西省 嫌取了6个人口不足 20万的小县 开启枕边改革试点 今年湖南省 安徽省 青海省 江苏 湖南湖北 内蒙 江西等地 已经开展了现一级的 枕边改革试点 说中央起步稍晚 去年年初 中央发布的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方案中 明确提出 中央国家机关人员 编制精简5% 收回的编制 主要用于加强 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 一场自上而下的 缩边 金边运动 在全国 急迫展开 为什么还要进行机构 编制改革呢 这个说来说去 就是因为钱的问题 首先一个 全国口径 全口径财政收入 撑压 表面上看近两年中国的财政收入还在增加 比如2023年前11个月 财政收入增加了7.9% 增量是1.6万亿 但是近两年 地方政府的真实卖地收入 减少了最少6万亿 这一点可以从各地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扣除 城头脱底总金额后 可以追踪出来 中央财政的增量 远远抵较不了土地财政的缺失 这就是咱们说的 地方财政的缺口是越来越大 第二个其次是地方债务增加 根据荷兰经济学家统计 中国的地方债务总额已达到106万亿 这个总额不重要 债务过磨也不重要 关键是利息 对吧 你利息能不能每年付 如果你每年能付利息 那你是债反正就往后甩嘛 问题是利息都付不起 利息都成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第三个说 最重要的是财政供养比例是很 根据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英建峰的研究中国的财政支出 在社会保障体系中支出过低 但在公务员包含非在边的报酬中支出严重过高 到了2020年公务员的报酬已经占了财政可支配收入的63% 这一扭曲的支出比例严重遏制了普通民众的经济活力 也制约了财政效率 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下突选出了更多的矛盾 什么意思啊 财政收入的63% 就是将近三分之二 是给公务员以及那些非编制的 比如辅警呢 对吧 那个城管呢 非在边的和在边的 就是吃财政饭的 发了工资 那你财政支出的大头是工资 这不就很简单了吗 现在财政收入不够 缩编 降薪 把以前的奖金拿回来 这不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吗 这跟企业不一样吗 总之 一场以缩编 进编为主轴的机构改革已经展开 从层级来看 县市级和乡镇的压力更大 从时间点来看 贵州在动员会上特别强调 县市两级的机构改革要在2024年7月份完成 一共就给了半年时间 那就是任务重时间级 这场风暴持续下去 受冲击最大的肯定是人口数量较少的 县市街道乡镇 比如县一级 人口少数40万就属于高危县市 而财政收入的来源 则是另一个核心评价指标 长期仰赖转移支付的落后省份和县市 精简的压力明显更大 未来公务员会变成存量竞争 可以预见那些中西部的公务员 今年将会迎来一场狂风咒语 就算运气好 躲过了精简这一关 未来工作上也会迎来更繁杂的公务 以及更多善命领导的指挥 咱们在恒大爆雷以后啊 就说过了 这个路径啊 这个压力是怎么传导的 先是房地产行业 然后互联网行业 感受到这个涵意 2023年是金融行业 感受到含义 那么2024年就是公务员 央企国企这些所谓的铁饭碗 感受到含义 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对吧 哪怕你天天说好 天天说甜 也改变不了 2024年 铁锤砸向铁饭碗 缩编 金简 如果你勉强 你侥幸 没有被缩编掉 没有被金简掉 那么大概你也面临着 这个收入下降 巧妇难为 五米之吹 我们再看看这个黄岐芳啊 他最近有个演讲 意思就是说 虽然这么困难 但是不要灰心 这个元旦以后啊 原重庆市市场黄岐芳 做了一个演讲 他的主要观点啊 就是传递信心啊 首先第一个他说 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够了 未来更多的是修补和补缺 公路是16万公里 人均一公里 够了高铁4万多公里 也基本够了 还有地铁这些啊 够了就是饱和了 水泥和钢材行业的高光时刻已过 投资要避开 最近咱们老聊这个钢铁 钢铁行业 以前高速增长的时候 钢铁行业快速发展 就是你只要生产出来 人家就要要 价格也在涨 所以这个时候 保持产量 增量 这个最重要 所以它需要原料 大量的进口 原料的价格上涨 它也能承受 因为相比较房价的上涨 这些都可以化解 但是呢 因为房地产的影响 所以这个 对钢材的需求 急剧下降 钢铁就要压厂 停厂 在压厂停厂的情况下 剩下的它还算成本 所以这些铁矿石 原料 成本就很敏感 焦炭呢 价格也得下降 所以善于的很多焦炭厂 就得停厂 关门 职工下赶 他说人均车辆 拥有量 占22% 西方是60%左右 还有很大的空间 密切关注 行动员汽车行业 未来我们肯定 也会出现 类似大众 本田 丰田 这样的大型车企 65万亿 刚才说了啊 这个负债啊 规模 你想让它降下去 挺难的 你也把它利息能复起 就可以了 那现在问题是 利息的复不起 那怎么办呢 就是把高利息的债 把它变成低利息的债 就是债务置换 这样利息低一点 地方政府能扛得起 只有这样 以时间换空间 第四个 它说出口的结构更好 由低附加值产品 转成了90%的积电产品 和10%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三大件 就是光伏电池 新东西汽车 表现亮眼 第五个是庞大的内需 可以启动 以前国民没钱消费 现在人均GDP 已经达到一个 可以启动国内大市场的水平 我们有14亿人 需求的确很大 但如何改变收入分配 如何进一步提升国民收入 这是要解决的问题 谈到这个消费啊 前提是要解决收入问题 老北京可在没钱 你整个国家是有钱的 但是老北京可在没钱 你怎么让人消费啊 中国的制造业优势 无人能替代 东南亚目前只是加工环境 原材料和搬产品 认来自中国 第七个是内循环为主的新格局 内循环应占65% 外循环占35% 房地产和互联网大厂目前面临现状 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碰到的曲折 目前正在正在解决 甚至可能可以变坏为好 所以不用灰心 对吧 他说房地产和互联网 目前的现状 咱们两年前就说了 它是不行的 房地产可以说叫低迷 对吧 有人说崩盘呢 有点过分 那至少是低迷啊 没有成交嘛 成交越来越萎缩 互联网呢 急需依赖技术革新 因为流量已经见顶了 流量还在下滑 那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要想发展 那就是技术革新 那技术革新这块 不是你喊口号就能喊出来的 不是你打气就能打出来的 所以说这些啊 都是非常难 什么拉动内需 内需占65% 这些至少2024年是说说而已 总之啊 认真飞说的好啊 要让含义传遍每个人 现在含义已经在逐步深入啊 等到这些小粉小红都叫苦的时候 差不多就信心见底了 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啊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一个字下方 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